欢迎来到MyTech,MyFuture 嗨,大家好,我是麦 在许多的智慧城市案例中已显示 IoT与AI的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My AIoT是神通所开发的标准化智慧城市平台 目前已成功导入神通总部大楼 联华实验、风杂科、国家栽访科技中心 以及越南广民省政府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神通的My AIoT、智慧城市平台 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 智慧城市的发展 最主要有三个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资料太乱了 我们没有系统化地找到这个资料 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料本身没有格式化 所以我们很难去应用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能够整合BI AI、EPL跟IoT 那所以我们才发展这个平台来做一个 那我们在去年跟坤士兰的市长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提到说他们的痛点就是在很多问题上 他们要找一个A问题要用A系统去解决 B问题要用B系统去解决 没有办法有一个共同性 所以他看了我们的My AIoT平台以后 发现这是一个最好的实际 My AIoT平台的运作方式是三个步骤 还有一个标准 第一个步骤是先做资料收集 收集到当然的资料以后 我们会运用AI来做分析 那里面的pattern就可以找出来 我们运用这个pattern可以做完很多的处理 例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pattern 搞出其中的异常 他们可以去做人为的 或者是系统间接去处理这个异常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如果pattern可以做预测 我就可以提前发现问题 提前去解决问题 那另外一个标准是说 我们用资料的标准来做这件事情 My AIoT用的国际的资料标准来处理 资料间间接接的问题 当系统间如果有资料的标准 一次的投资 第二次的投资就不会浪费 资料会累积在所有的大数据里面 我们就可以运用这样的大数据 去做AI的分析 得到预先解决问题的这个机会 四年前我们利用OGC的结构 将资料加上时序跟GIS的位置 放在时序资料库子中 作为一个国际标准 为什么需要国际标准化的资料呢 因为AI的很多应用 都是用非结构性的资料 例如声音 影像 所以我们需要做这种转换 作为一个reuse最好的一个工具 在程式治理上 我们假设有My IoT平台 就可以解决这一方面的 例如说脏乱的问题 交通控制的问题 跟并没人分析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当智慧程式的人口急剧的增加 我们目前尝试用物联网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相关的异常问题 但是物联网的资料太多 所以我们需要用AI的方式 来找出其中的一些异常 那这些异常的东西 如果被实现发现 就可以提早解决问题 例如说环境变迁 气候变迁 以及甚至智慧工业 都可以拿来做这个运用 这就是我们My IoT 对智慧程式所带来的好处 那甚至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方式 来作为最近发生的 COVID-19肺炎的这种预测方式 提早发现这些问题 就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按赞分享哦 不要忘记收看神通的其他解决方案 你觉得你的程式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拜拜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